整個連地板在那邊都空了 會擔心這個倒下來 這個夏天的很嚴重 巴巴風災後 各界善款援助災民蓋永久屋 本以為終於有加了 卻狀況連連 那個上面 就像棕辱石的有沒有 滲入牆面的水太多 導致垢底材料被帶出 形成結晶 天花板長出了不少棕辱石 牆面也全都是臂癌 在吳林浦小林社區 忠辱石甚至漲到了電箱裡 入住才一年 天窗就開始漏水 屋外下大雨 里頭下霞雨 但我們跟著災民腳步來到戶外 驚覺問題更嚴重 房子幾乎清潔 因為地基被掏空 災民只能自己找師傅墊高 水溝旁的路面更明顯錯位 出現高地落差 而另一邊大岸園區 不同單位協助興建 狀況也沒比較好 它連這個都剩臂癌 你自己看 大概兩年多就開始 牆壁腐蝕底部空了一大半 而屋內最多的裝飾品 就是天花板與牆壁的裂縫 沿著超清缸建材隔板的接縫裂開 它裡面有一點鐵絲 我都看到鐵絲了 很多 看習慣就不會 不會怕了 已經習慣了 已經習慣了 習慣太久 伴隨孩子情生的 是數不盡的裂痕 同言同語 透露的是無奈 大概十萬左右吧 對 修善就花了十萬塊 修善對 以貧埔族群大烏龍族為主的小林村災民 多數都無力負荷修善費 僅有原住民有十萬塊修善補貼 這個不平衡來自於身分差異 明明出家門轉個彎 步行不到三十秒的距離 身分是原住民的他們就有補貼 我這裡好像八萬多塊 是因為我還有馬桶跟洗手台 所以基本上你們都沒有付到任何錢 沒有 同樣都是天花板漏水 牆壁軍裂 但同住一社區卻是兩樣勤 彼此交情再好 距離再靠近 身分別卻硬生生在他們中間 拉出族群界線 實際上民國一百零六年 行政院通過原住民身分法修正草案 在山地原住民 平地原住民之外 增訂平埔原住民這個類別 並送交立法院審議 但卻卡關藉其不適審 平埔族究竟有多少人 是立法委員比較關切的 因為他們會關心說 後續平埔族群可能會需要的 政府資源 以及所應配合調整的政府制度 可能會有多少 袁明慧參照內政部的數據 全臺平埔族共有九十八萬人 不少立委憂心 恐怕造成原住民資源排擠 但研究民族學二十多年 走訪各平埔族部落的學者 並不這麼認為 日本昭和時期 登記首番平埔族的人數有六萬多人 高砂族也就是原住民有十六萬人 如今原住民人數五十八萬人 以人口增長率來看 怎麼算平埔族也不可能有九十八萬人 頂多二十一 二十二萬人 很多平埔族群他們在沿山地區有很多的他們原來生活的這些土地 後來在1895年日時期他公布了這些零野政策 就是黃西等這些政策都收歸國有之後 他們土地就沒有了 他們目前的生活裡面 大部分都是生活在一個比較貧窮的狀態 土地沒了 平埔族只好融入漢人文化 沒想到卻因此被外界說是沒有語言 沒有文化 阿嬤從來不會帶我去參加祭典 那也不會告訴我說我們有傳統祭典 那我在想說那些長輩以前的大環境是多麼的被打壓 或說那麼多麼的不友善 眼看了很多原住民族他們都證明成功了 那在我們的長輩心裡面他們到底怎麼想 被剝削的他們成為漢人跟原住民之外 被遺忘的一群人 對比原住民 平埔族貸款沒有利息優惠 也無法進逐每年二十組百萬創業基金的機會 而學生既不能減免學雜費 原住民學生大學獎學金 他們更是看得到吃不到 而八八風災受災的這群人 眼前面臨的就是沒有修繕補貼 他忘了小林村這個永久屋的這群受災的人 是他們的兄弟姐妹 這話聽來很無奈 現在他們的願望很渺小 只想有些補貼 修好自己的家 前方那邊 蜿蜒道路後 我們橫越浦仔溪 災後的簡易變巧仍無情被沖毀 可以嗎 要是水比較少 災民的眼中這樣的水算和緩了 以前的水算和緩了 要去我們石林村才做水的說明 我們沒有了 劉秋田是當時的倖存者 他帶著我們重回那個消失的小林部落 八月八月 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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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才有這麼多 我那時候 我裡面我家的平心和老師 都已經扶在水面流出來 一雙手比劃的是原本家的位子 劉秋田的父母 弟弟 弟媳 跟他們的孩子全被沖走 而他與太太 孩子則因為家中人口多 租屋在第八林 幸運的第一時間沒被掩埋 他們當時全躲進了已經錯位 四五層樓高的太子宮避難 五點五十了 不知道 整個像蝶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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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點決定要把家鄉的樹種回來 在他的奔走溝通下 與高雄市府共同號召災民 種了兩三千顆蝶蝶蝶與菊蝶 如今小林原址樹木幾乎成零 樹量多達數萬棵 距離劉秋田的生態園區目標 又更近了一點 小林村的後代 他們就想說要回到高雄 經常看見的 我們就是要訪好 我們也是要面對自己的高雄 不甘於被悲情擊倒 小林仁試圖又讓自己重新出發 阿亮是小林人 莫得當時在北部工作逃過一劫 但阿公和父母全部罹難 在日本清水淳老師的協助下 阿亮取得大舞龍族的鼓搖授權 重新翻唱 融入自己的大滿舞團 阿亮說風災是大家最深的傷痛 唱歌跳舞可以讓每位村民 找到情緒的出口 舞出唱出自己的故事跟文化 我的團員已經不會哭了 可是其實看我們表演的村民 他還是會哭 表示說他們其實還沒有 沒有去正視他的 因為風災受到那個創傷 其實他們沒有去面對他 當把自己的故事說出來 分享二十次 三十次 傷口就慢慢不痛了 都跟他們講說 你們的表演不是只有表演 給底下的觀眾看 其實你也在表演給你往生的家人 或是我們山上 我們的祖靈 其實你在跟他們對話 阿老婆嘛 阿虎老婆嘛 我這個鼓音感就是 這個文化工作 帶動我出來 我要當小林人 當俗情的人 走在日光小林社區格外的冷心 人口外移多數住家空蕩蕩 整個社區實際人口不到一百五十人 为了延续文化 除了舞团演出微薄收入之外 阿亮也不断将产业带进社区 如果我们能够让妇女在这边就业的话 其实她的家庭就会在这边生根 她一直在这边练书 阿亮说 风灾前他们不知道自己是大舞龙族人 不知道有自己的工艺 自己的文化 风灾后年轻人回乡 这才知道自己是谁 这个灾难其实让文化断层非常的严重 所以我希望这个时候就可以赶快跟孩子讲说 我们这是谁 那我们是哪些文化施从来 你是什么来主的主人这样 让他们知道这是谁这件事情 就算以后遇到什么样大的困难或是灾难 其实它也不会产生很大的断层 小灵灾民很努力让自己重生 不只是灾后走出伤痛 更要延续大舞龙族文化 它让你们含着